中国赴美国留学的留学生 就是中国去美国留学生 暴跌九成 应美国科研团队的体系 非常着急 因为他们极需要中国留学生 帮他们做研究助理 现在中国留学生大量减少 令他们实验室做实验不足助理 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影响到他们科研的进度 和科研的成果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讲的第三个题目 其实回顾2010年十几年前 中国留学生去美国留学成为一个时尚 在心目中是第一个选择的地方 如果是方阳留学 十几年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想去美国的 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就已经开始彻底逆转了 2023年中国去美国留学的人数大跌了九成 标志着全世界教育的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改变 中国学生不再将美国作为主要的求学目标 也有很多人在美国读完大学之后 就选择回流回中国去做事或者继续做研究 这个现象背后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 那个水准是提高了很多 中国我们近年大力推进了双一流的高校建设 他们是积极吸引到很多顶尖的人才去中国做教师 做教授 所以现在呢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復旦大学 这些名校已经是 报入了变成是位列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即是行列里面 现在中国的学生都是非常想进入清华、北大和復旦的 他们变成是他们的首选 因为这些大学已经是 邀请了很多顶尖的教授去任教 所以呢 在这些大学当中 如果你做一些科研 科学研究的项目 也可以说是有 一些重量的人物可以指导 这些重量的人物可以指导 也有国内有足够的资源 有足够大的实验室 还有有足够大的校园 以往海外留学被认为是 获取到高等教育的唯一途径 因为当时 觉得是放羊才是轻香一点 还有就是因为美国的长春藤大学 那一堆的大学实在是太出名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崇洋 也认为那些学校读书才有美好的前景 但是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留学人数回国率 现在已经高达八成 就是在外国读完书 是有八成是返回中国 是做事或者是继续做研究 而这个数字是逐年上升 那他们在哪一方面呢 是人才是愿意回国内呢 特别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技术 高端芯片 等等的领域呢 现在国内的科研水平呢 正正就是因为这些 这样的留学生回国呢 大量回国 令到中国的科研水平呢 就已经是大大提高 以及不会低于欧美的发达国家的水准 这一班的在海外留学 之后回到中国的新力军呢 变成了已经成为了 在中国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 越来越多学生选择 留在国内深層 而是不会再盲目追求去美国留学 那么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近年呢 就美国那个读书 去美国读书的学费呢 就是加得很紧要 那么越来越昂贵 那么很多家庭就觉得 是不是这么值呢 因为如果每年去美国读大学 可能在说学费加上生活费 随时要10万美元做单位的 可能是10万或者20万美元都不顶 是在说一年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么如果去读三四年 读博士读博士 那就是不得了了 那就是你可能在说一个 千万人民币的投资 给个小朋友成长 那当然有些家长愿意给啦 但是不是那么多人愿意觉得 如果这么大的投资 又不是一定成功的 也都不代表在中国读书 中国做研究 研究不了科技成果 那既然都不一定了 不一定不行的嘛 退到又未必一定可以 留在中国做研究又未必不行 而且中国研究那个环境越来越好 教授的水平又是越来越高 那么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呢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更加令 那些父母担心呢 就是美国的社会 治安问题 枪械问题 越来越严重 枪击事件呢 在2022年 就在2022年 这一年呢 美国一共发生过600 超过600单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小规模都不算了 大规模都600多单 那就是平均 就是每一天都有一至两单 是大规模枪击 不是说笑的 就是很多单根本都没有报导的 是大件事的那些就会报导 但是其实呢 算得上大规模呢 其实是每隔一两天就会发生 所以其实都很严重 就是真是不幸运 touch wood 送了小朋友去那个 去那个美国某个州读书 如果不幸运 发生了枪击事件 如果真是不幸运 真的不幸运 受伤 那其实真的 父母真的相当担心 那是不是值得去 还这么冒险 送一些小朋友 去一个这么危险的国家呢 一个充满枪械的国家呢 那是值得大家的心思 另外呢 除了是枪械 泛滥之外呢 美国还有一样是最可怕的 就是什么呢 种族歧视嘛 对亚裔的学生是种族歧视嘛 那这一样是可以说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针对中国学生 如果知道你是黄皮肤中国学生 更加是 就是现在中美争拗嘛 压制中国嘛 更加是有一些 是特别有一些 一些是 可能有一些州郡呢 是对中国的学生 是更加是有歧视的 那你想想一下 我用这么多钱 送个小朋友去 这么多风险 有枪击的风险 有被歧视的风险 那接着又 读完书之后 又未必说一定是有 一个很好的发展 因为你根本 可能你在留在美国 你根本都找不到事情做 你都不看你 不看你台气 那既然是这样 算了 回中国做研究好了 又不用花这么多钱 一样的成就 科研成就一样是可以很好的 所以这个改变就令到现在 中国的刘河山 现在在美国是大量减少 而以往来说 根据一些数字显示 在美国的理工科研究生当中 其实有四成是来自中国的 其实也是占比很多 那现在在这一方面 是大量减少 所以令到美国的科研界 出现了人才危机 研究助理缺乏危机 这个都是归根于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 是要打压中国 既然你要打压中国 那我们中国的学生 都不会来你来读书 既然你的国家 这么多枪械 这么危险 既然你的国家是对我们种族 有歧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光顺你呢 所以现在那个趋势 就是美国大学就少了 少了中国学生 就英国是多了的 加拿大是多了的 新加坡多了的 纽西兰都多了的 那澳洲现在 澳洲和中国关系就好了 好一点点了 相信去澳洲的留学生 都会多一点点了 但是美国就肯定是少了很多了 那最大的得益 应该就是英国和加拿大 加拿大就相对地 提供留学的环境就比较宽松 学费也都相对便宜 那个工作签证就比较灵活 也都允许学生读完书之后 毕业之后在加拿大 是可以留在加拿大工作的 那这个是一个都挺吸引的 大大吸引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了 就算他给你工作 留下工作 那你那个事业的career 那个path 那个事业的路线发展 是不是真的很理想呢 那也都是大家要去想的 因为始终找到工作做 不代表就是 就是那个发展是好的 你要找到工作做 你还要在一个环境 发展是好的 有利的才可以 什么叫做有利的发展呢 比如以前我们就是 新寿其利 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一个中心之一 大量新股上市 股市相当蓬勃 那是整个如果你在当年 就是现在说的二三十年前 你是入香港的金融业 无论你入这个银行 或者证券业 那都可以说的是前途光明 因为整个市场是发展 现在是在扩大 就是全世界金融机构 都要来香港开分公司 开办事处 跟着呢 全世界的包销商啊 投资银行啊 都在香港呢 就是那个股市那里呢 是找生意 那也同时也是当年 是很多的公司 新公司上市 就是特别中国的大公司 中国的公司 壮大的话呢 一定会来香港上市 或者增加知名度 那这个就是当时 一个整个大环境 就是你是看到 如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你是从事香港金融界 不单只是找一份工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是 直接是你可以发展到 很有前景的career 一个path 一个未来的方向 一个未来的大道 你是见得到的 而那个市场是不断在扩展着的 那这些才是 就是作为一个是 找一份职业 是作为一个是终身的职业呢 你一定要看这个最远 长远的前景 的发展才是 才是对的 就不是说只是 不如找一份工 找到份工很开心 不单止是这样 不应该是安于是这样 应该是要看回整个行业 整个大环境 整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 是不是有很有潜力 如果是有的话 才是值得你去放时间下去 放精力下去 去发展你的个人事业 好了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趋势 就是中国留学生的趋势 不去美国 很多回到中国发展 那这个是对于中国的科研 是很大的帮助 难怪中国的科研 不断有突破 亦都能看到 中国的碩士博士论文 这个是 这个产量是大增 大增之余 不是说你写了论文就可以了 是写了论文 是大量被引用 这样才证明你的论文是有水准 那现在中国的 博士碩士的论文 是大量被全世界学术去引用 那这个才是厉害的 好 那接下来很快就讲最后一个题目 回到香港 讲一讲南华早报日前的一个报导 原来呢 英国的前贸易大臣 曼德尔森 来了香港 他去了香港大学 做一个讲话 做一个speech 他就呼吁中国 就是他建议中国 应该找紧 机会 因为呢 现在英国的新政府 工党上场 就开始释出善意 首相思纪然呢 就说了 希望可以修复 中美两国 中英两国 修复关系 希望可以推动到 双方的关系 缓和 好了 这个就是 英国前贸易大臣 曼德尔森 最近在香港大学的发言 那他这个发言呢 就说真的 他就说了英国首相思纪然的态度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特别强调呢 就是因为他发觉 原来中国呢 没有什么反应 英国首相思纪然 抛个橄榄枝出来 中国是没有什么表态 英国说 我希望可以和中国修复关系 加强合作 中国没有反应 所以这个英国前贸易大臣呢 走到来香港 走到去香港大学呢 说了一个 一个是 讲话 一个speech 呼吁 喂 中国 你有些反应 行不行 英国 我们英国堂堂的首相 新首相 工党首相 说 希望可以和中国改善关系 为什么英国没有反应呢 这样 你听完我说完之后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喂 你这个前英国贸易大臣 说完这些东西 是不是奉旨要中国有反应呢 你英国说要和我修好关系嘛 那是不是中国一定要有反应呢 不一定的 你说要和我修好关系而已 我不一定答应的嘛 那为什么中英关系会变差呢 保守党为什么要下台呢 会下了台呢 保守党之前那些首相 若翰逊 这个是新伟成 还有一个傻白 卓维斯 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他们对中国是多么差呢 他们是甘于做美国的小弟 对中国的态度那么差 为什么现在 好了 叫做保守党下台 工党上场 你说要求希望可以和中国的关系修好 中国不一定要和你修好的 因为之前保守党做得那么差 虽然你换了人 你要和中国的关系修好 你都要展示一些诚意出来 那个诚意呢 就是怎么样呢 很简单而已 就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 就不是走到来香港大学 跟着就和中国说 喂 我们的首相现在说想和你修好 为什么你没有反应 喂 给些反应行不行 不是这样的态度 这个态度是没有诚意的 是不是 你抛出橄榄枝 你说要和中国修好 那是不代表中国一定要答应你的 麻烦你给些诚意 怎样给些诚意呢 我想很简单而已 比如说你说话的态度 就是一个平等的态度 去和中国去说话 就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 应该是一个请求的态度 就不是一个命令的态度 是吧 就是你不应该说 喂 命令 好像有个命令的语气 叫中国 喂 你给些反应来好 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是这样的态度 我为什么要给你反应呢 你的态度也不好 你还是居高临下 你说要和我修好 我就要和你修好吗 不一定 首先态度是有问题 那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释出一个善意 一个平等 一个态度 一个诚意 喂 你也要有些表示 有个网民呢 就说 行了 其实英国想和中国关系收好 要给一些表示 很简单而已 你将大英国物馆里面 当年 损取 盗取 抢劫中国的文物 火烧圆明圆当时 抢了的东西 你先还给中国 你给一些诚意 你要承认 你要承认 当年 英国 八国联军侵华 这些历史 慘痛的历史 走到这么远的地方 抢我们的东西 这些历史 还烧我们的宫殿 这个恶痕 现在还要公开展示 在大英国物馆 这么多年 进去 越看越眼火爆 越看越火灯 抢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那你有没有可能 如果你要释出善意 跟中国交往 喂 麻烦把大英国物馆 所有你偷中国的东西 麻烦你还 是免费还给中国 送回去给中国 那就差不多了 那就释出誠意了 释出这个誠意 跟中国是有一个 希望可以交往 那就 事实上 中国要跟 就是英国要跟中国 收复关系呢 你要首先要正视 自己在中英关系当中的地位 现在在国际局势之下 英国是有求于中国 英国不单止在经济上高度 依赖中国 而且在政治上 是需要中国 在全球事务中支援 所以英国需要中国来帮的话 要摆脱 脱欧之后的经济困境 英国是应该要 是低声下气才是对的 就不是高居临下去命令 你应该是低声下气 是求中国的 这个态度就差不多了 当然了 我们不一定要你低声下气 只不过呢 起码你要释出一些诚意 起码一个公平平等的一个地位 去对待双方 那我们才开始有得谈的 是吧 你刚刚那个保守党的首相 在香港下台 他在几个月前还在说中国是什么 他怎么形容中国 中国是英国价值观利益的系统性挑战者 是针对中国 还是说中国不是 现在新官上了一场 工党上了一场 保守党下台 麻烦英国 你真是给一些诚意出来 起码以一个平等护理的态度 进行对话 就不是一个高务的态度 那就 举个例子 有个例子也举了出来 原来呢 至今未能落实伦敦东部 中国新大使馆的土地交易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伦敦东部 就是中国要建一个新大使馆 为什么你的土地还没搞定呢 还没批出呢 那这些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拖了这么久呢 那你是不是有诚意 和中国建立一个好的外交关系呢 如果是的话 麻烦你在这个中国新大使馆的土地交易 麻烦你快快手批下来先 起碼释出一些诚意 那接着最好就是 把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送给我们 这样呢 中国就觉得你有诚意了 有诚意去谈 那另外 还有一件事 网民有提到的 或者有些分析提到 就是英国麻烦你不要再指指点点呢 就说呢 中国是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是不应该再发展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 关你英国什么事呢 中国为什么更加要和俄罗斯发展呢 就是正正因为你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不断针对中国嘛 不断有制裁嘛 不断有关税嘛 不断有贸易的堡垒嘛 那中国自然是需要找一些新的出路啦 所以中国为什么可以 现在的最大贸易伙伴 已经是变成了东盟呢 是不是 不是美国呢 因为东盟是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嘛 为什么中国要有一带一路 为什么要有金砖国家 成为新的发展的贸易伙伴呢 正正就是因为你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嘛 欧美嘛 针对中国嘛 打压中国嘛 那我们自然要去找一些新的伙伴的啦 有什么问题呢 你打压我们 又不让我们找新伙伴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而俄罗斯是一个最好的新伙伴 是不是 双方都有 各有所需 是吧 我们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需要它的天然气 需要它的一些是矿物 天然资源 俄罗斯需要什么 可能需要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IT的产品 可能是手机 可能是电器 可能是一般的日用品 那另外就是农业方面 双方也有交收 那这些就是中国是发展新的贸易关系 在全世界那里 是谁逼出来呢 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欧美国家逼出来 因为你要制裁中国 那中国自然要找新的伙伴 那俄罗斯 而名正言讯 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合作伙伴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为什么都要说中国 喂 你不要跟俄罗斯这么好啊 你要小心点啊 我们觉得你中国不应该跟俄罗斯这么好 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你有什么权这样做呢 英国或者美国 没有权这样做的啊 那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这个这样的 英国前贸易大臣 来到香港整个讲座 要求中国有些反应 希望中英可以关系和改善 那其实呢 不是不行 是你自己要做一些事先啊 你自己要做一些诚意出来啊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也希望中英关系可以改善啊 那而英国 我也都相信工党这个新的首相 施己燃呢 的确是 做一些事是跟保守党很不同的啊 那也都真的 切实去想一想呢 怎样为 英国的人民谋福祉 好过啦 不过当然啦 我昨天都说过他面对的问题都很大 因为他要收85亿的英镑税 新的税收入 就是850亿港元 那就几大机会呢 就向有钱人 和中产以上的高收入人士去收更加多的税 那令到呢 有钱人和中产呢 正是今年呢 都已经说了9200个人呢 是移民去阿联邮和新加坡 为主要的目的地 那这方面呢 是为了避税啦 那当然 所以都面对问题呢 就是 都有这些问题出现的 就是那些有钱人 和中高收入的人走啊 那这样 不过不要紧啊 如果真的的话呢 走就有他走咯 但是问题呢 如果你真的可以和中国的关系改善 中国给你给到你的好处 给到你的贸易上的利益 经济上的利益 大大超过850亿港元 是吧 一定超过啦 是吧 所以呢 计划一条数呢 和中国的关系改善 肯定是有利的 对于发展是有利的 对于英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盧社长和我 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